大家好,歡迎來到AMZ LiveHK 這是 Your Captain Speaking 今天又是講講NBA的時間 因為為了不要讓那場球影響直播的表現 所以今天我們決定播放一場球來直播 不用按來按去 今天我們也試了新的東西 我們在Discord群中 將我們的錄音室開放給公眾進來 如果大家今後有興趣在決賽的時候 進來我們的錄音室 大家可以一起有一個觀看派對 當然,如果彈出一些不聞的廣告 就沒辦法 因為這部份反而是無法分享的 所以我們就要用一些邪魔外道的方法 但是看重溫的朋友 你就不會看到球賽的畫面 對了,鐵毛飛 今天是Game7 上星期跟你做節目的時候 我以為已經結束了N年 但今天竟然打到Game7 怎麼看呢?鐵毛飛 好,又關我事 先跟大家報個分 現在我們在這個直播室裡 錄音室的時候 就打到第四節 是我的畫面 Discord群的朋友 記住 因為大家可能有個不同步的 但在我們的畫面上 就是第四節 現在5分球賽剩下5分40秒 現在比數就是 麥亞美熱火領先 96比73 因為Jim Butt剛剛入球球 現在陸軍已經落後 20分有多 但先問鐵毛飛 有沒有想過會來到Game7 除了讓我燈爆之外 除了讓我燈爆之外 你看完Game3 我本來都說Celtics 開播 但真的 他們已經完成了 因為他好像打到沒有氣 但是 對 Game4 Game5 真的 180 Discord群的朋友也進來了 我們正在錄節目 如果大家有興趣 他有一點點進入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 如果大家是上班 偷看遊戲的話 那就先看著 不過的確 好像鐵毛飛說的 因為Game3 其實你不是看到整個 麥亞美熱火的 那些角色球員 不是全都來的嗎 其實當時我想立刻開一集節目 即不是直播的節目 或者不是錄音的節目 就是跟大家說一下 究竟今次季後賽的最佳的 非球星球員 誰最出色 我本來就把Cow Larry 放了一格 然後就是把 所有我們分不到的熱火隊的球員 例如Caylor Martin Max Schuess 還有這個 Caylor Martin 那些 放在同一個類型 你不用說兩次吧 我知道你忘記了 Gate Vincent 是誰 不好意思 Caylor Martin 因為真的分不到 Caylor Martin 和Gate Vincent Caylor Martin Caylor Martin 比Jimmy Butler 這個是說真的 還有在西岸的季後賽 結果Yokic拿了一個MVP 其實是有得商量的 因為可以是Germal Murray 某程度上可以說是Germal Murray 但是始終是誰是大佬 有些少少 所以這件事 令到 不可以不給那個大佬 我覺得有些少少 就是這件事 一點一點 但你不要發覺 Jimmy Butler 其實你都說得對 你說他會給你三場 我經常都說三場 他是第一場 第二場都是給你的 接著是放假放到 GAME 6 最後那四分鐘才來了 因為 之前那四十四分鐘 其實Jimmy Butler 十九射三 十九射三 對 但是最後熱火 最後那十分都是Jimmy Butler 上一場 當然 那個戲劇性的完結 令人超級想不到 那一天 其實我是 我最慘的是 我是出了街 我不是看現場 所以 我看著那些 play by play 的時候 打算完場 但是 無緣無故 小白 竟然來一個 提醒 你覺得如果是比較 這個 叫做 緊要性 這一球球算不算 在playoff裡面 是 最重要之一 你覺得 這個playoff 就肯定是 我正在說 可以比美 Ray Allen Ray Allen 當年的 三分 有點 echo 不要緊 我去 你可以繼續說 阿田無菲 我其實 我是看最後那四分鐘 因為我那天 星期六 其實 同班朋友剛剛開始打 打中 打中 我們剛剛吃完飯 然後看個優勢 咦 Boston在贏十分 然後 一個朋友就說 完了 我就說 不 剩下四分鐘 我們就開了 剛剛開始 見Jimmy Butler 進入他第四球球 然後 24中 然後 來了 其實那場球 我也很替 這個球 正擔心 因為在很重要的時刻 他們都做了很多很重要的 呼籲 我們之前不是經常說 球證會左右到賽果 包括Jimmy Butler 那三個佛球 以及二點 最厲害的 是 加回0.9秒 到時間 是 所以 令到小白 可以 最後有 那個 是 但那個其實 是一個挑戰 本來 他都是寫2.1 沒錯 但因為 他的 教練挑戰 失敗了 大概是賺回0.9秒 OK 令到 有這個機會 真的 這個 這個 真是意想不到 就是 球證這麼硬 而且 我們一直都說 波士頓是教練沒有課 但 今次 他是令到 他的名字是甚麼 鐵毛飛 可否再說一次 我怕一會又說錯了 Mike Max Mascala Joe Mazzula OK Joe Mazzula 我們常常說沒有課 不過我想他都是負貼的 不是 真的說真的 不是說有不有貨 那個位置 你還有一個挑戰 剩下 2.1秒 那當然是挑戰 沒有錯 沒錯 沒有技巧 但 他們的球證 會起碼這邊 你贏 你贏 有時候 你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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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還要加回 0.9秒 正正就是 0.9秒 令到 小白 可以 其實 本身來講 Marcus Mazzula 那個鏡頭 其實我覺得 Heat 已經做了他要做的事 因為 他是好防守 但 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Derek White 可以有那個 就是 其實 Max Juce 控制他的 但是 因為 你知道他的 就是 不要被Tatham 寫 就是你輸 都不要輸給Tatham 其實Max Juce 就是 就是 Derek White 然後Derek White 在這個位置 是換走一些 矮的球員 有時候 你知道 如果你有個球 你會找個高樓 頂住他 令到他們看不到 the inbound 剩下三秒 你不用管有沒有 第二次的 或者 你換走 Gave Vincent 6-3 我寫了 對 6-3 就是 Marcus Mazzula 六尺六 其實 他得到很好的 因為 你隨便找過 好像 High Smith 你知道 Game 5 那個 那個 Sup 他那個 他甚至乎 在整場球裡面 他真的是一個奇攻 對 對 對 你為什麼不換 High Smith出來 去 去 或者隨便找個 Yurt 7 你記不記得 上年 記得 那大隻B 對 你放個高樓 頂住他們 起碼射不到 你只剩下三秒 你不需要那個速度 你要 姿勢 這樣就可以了 你為什麼不找個高樓 頂住他 再一次 再告訴大家 Boston的教練 究竟幾沒有課 不是Boston 我說的是Heat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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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問題是 你沒有 因為那個 Spark of Moment 其實有時候 不可以 怎樣說 你抽起那些 全身熱的球員 可能是 未必有好事 可能是這樣說 會不會這樣說 對 對 我猜是 因為 你都知道 他們一定會 Double Tatum 沒錯 你排位 放個高樓 站在Marcus Martin 前面 所以 我不知道 但 有很多變化 沒有 現在你的Hudson 已經在出場 已經進入了 垃圾時間 現在Boston 有五個球員 球場上有五個球員 是白的 五個裡面 有四個是白的 還有 Grant Williams 也是很淺色的 所以基本上 已經想放棄了 是啊 噢 那真可憐 是啊 那就 GG了 應該已經完全放棄了 這一場 不好意思 大家朋友仔 我進來的時候 我會先閉嘴大家 如果大家想說話的話 不妨在討論 可以告訴我 你想說話 我就打開來的咪 原因是 我們剛才聽到的 有些訊息 我和鐵毛飛 繼續去和大家做節目 長球繼續去看 其實這場球 都沒什麼懸念 熱火隊 如無意外 應該都會出線 對上這個 叫做 金牌隊 究竟我的登力 會不會登到這個熱火隊 去拿冠軍 鐵毛飛 你覺得 都難些 哈哈 其實 你見 Jimmy Butler 也是沒什麼賴的 這個系列後面 那幾場球 是 沒錯 他應該進入了一些 jump shot 你見到腳好像不夠力 太累 這場球都有幾個 你見到他 跑不跑的時候 有一點點 有點痛 其實很拿命的一件事 不好意思 有新朋友進來 我先閉嘴你 因為 如果你有問題 不妨就在討論室裡 跟我們說 但無論如何 其實他在3-0的時候 他不能夠4-0 掃把這個賽爾特人 令Jimmy Butler 多打了這三場 這四場球 其實都很嚴重 就是三場球 對 對 如果不然大家一起休息 休息到1號 香港時間是2號 可以有些新鮮 或者 我們都見過 Jimmy Butler 休息兩天已經大咬柴 都可以沒事 但是 今次就沒辦法了 因為要打到G7的緣故 無端端打多了三場球 其實這個熱火隊 都似了不及 我覺得 都會有一點影響 就是 始終 你那個叫做 熱火隊那個 叫做 冠軍的 champion 的 經驗不多 雖然 有隻Larry 但是 就算Jimmy Butler 自己本身 都可能沒有戒指 或者 他怎麼說 令到 大家鬆懈了 結果 就虧了三場球 我覺得這件事 將會是 大家去看 就是 那個決賽 會左右到 那個決賽的 結果 我覺得 嗯 嗯 這樣 可以 你繼續看 是 我現在在看這場 垃圾時間的球賽 哈哈 會不會 但是其實 好像 講回 Game 6 有一點點 就是 Duncan Robinson 其實這個系列 算是挺好的 嗯 但是有幾球球 最後的 1分鐘 分半鐘 他有兩球 WIDE OPEN的 3分 是 BREAK 就是WIDE OPEN 可以 TICK A DRIPLE 好像3-THROW 但你見到 他不是那個 即他沒有那個 CALIBER 他不是那個 CLUTCH PLAYER 嗯嗯嗯 通常 4成 3分 是WIDE OPEN 接著是4人入 連續兩球 本來如果 DUNCAN ROBINSON 一球 其實BOSTON 已經玩完了 嗯 那就 沒有 始終你DUNCAN ROBINSON 整個 整個季節 沒有用過 是的 即是在這個 叫做 季後賽的時候 可以用回 其實已經是一個 已經不可以 對他的要求 那麼高 但是就 還有 GATE VINSON 是的 都很重要 對於他們來說 是啊 因為如果他不在 那 我沒有說錯 是GATE VINSON 不是CALIBER MARTIN 是GATE VINSON 是GATE VINSON GATE VINSON 一分鐘內 然後 JASON TATEM 摔倒了 明白 踩了下去 多謝 Terry 跟我們報一報 那個球賽 演唱 現在 買美熱火 最終 以這個 103-84 勝出了 那麼 Jimmy Butler 又再一次 去到 這個 叫做 FINAL 不過 在討論中 Stock 9527 告訴我們 其實真的 完全打不贏 那麼快 這個是Stock 的說法 因為我免得 一會兒說 結果我登了 這個Nuggets 明白嗎 我只是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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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討論中的朋友 在說什麼 我看著 剛才令到 我覺得 這個系列的 輸球的人 Jaylen Brown Jaylen Brown 今天真的打得很差 雖然我們 剛才設定的時候 就看少了 但問題是 他那些 很致命的 轉動 雖然 都好像以為 one-on-one 那樣 瘋子 瘋子 即是 是他很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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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的狀態選擇很差 其實不只是這場 即是上場 即是上場 他們是領先14分 或13分 然後是 狂跌到 差點被 Jimmy Butler 打贏 沒錯 我覺得Jaylen Brown 是75% 因為他經常都會 瘋子瘋子瘋子 然後轉動 Temo菲 你記不記得 我不是說 今年Jaylen Brown 好像 金心把大佬的表演 交出來給Tatum 但這個系列 很明顯 當光燈一照著的時候 他們就 他就馬上搶薑 你覺得可以嗎 對 因為Tatum 他有時候會勝出 有時候不勝出 即是 不算今場 他上了 但其實他整個系列 都是 即是他的重量 不只是他自己入球 即是有很多 即是這個系列 其實這個系列 應該是平均 約八個打擊 這個球員通常是有四個打擊 其實他是 增加了一些打擊 當然 他的打擊 一定是Double Team Tatum 等等 但他其實 那些打擊 都算是挺好的 但再一次又要說回來 就是 Tatum 就是 給我感覺 就不是 不是Superstar 即是 沒辦法 在一個這麼重要的球賽裡面 他們 今天結果 就是 這個叫做 14分 Jaden Brown 也是比他多 這個叫做 起手次數 你看Jaden Brown 是23次 而Tatum只有13次 就是 Jaden Brown 到最緊張的時刻 始終是 不想把 碎印交出來 給Tatum 所以我覺得 在下季節來說 Botston應該會有些動作 即是 Sung Jay 即是Stok Terry 在我們的討論中 就說 他這場真的打得很差 的確是 比起上一場 就差很遠 但你想想 Jaden Brown 今天這場 是有八個打擊 我覺得是被人 out coach 也是一樣 兵不厭詐 那一件事 就是 大家會看著 看著那個 叫做 他就是知道 Jaden Brown 的性格 來這樣打他 我覺得有少少 Explosor 即是 教練的 即是這個名宿教練 真是名宿教練 即是跟其他教練有分別 我覺得有少少 打心理 我覺得這件事 一定會有心理 一定會有心理 Best of Seven 永遠是 The better team 會勝出 老實說 大家毫無懸念地 一定是覺得 波士頓本身是 更有才能的隊 即是 他們是 如果以起跑線來說 他們的才能是比較高 但是 就是告訴你 一個 Well-oiled machine 即是一個 很重要的 就是 可能你的車那副機 本身的引擎 是比對面的好 但是 有車手的技術 有 這個 叫做 叫做 Engineering Team 即是會令到整個 好像一個 很順暢的 去運動 以及 那輛車自己本身 所以就令到 這個叫做 阿美熱火 這樣出線 我們本身自己 在坊間的一些投票 其實 超過六成的朋友 就算在這個 波士頓連贏三場的 情況下 大家都覺得 這個 阿美熱火 將會在波士頓 這個Game 7 的時候 會有一個 這樣叫做 反超前的 即是 反回來 贏回出線 所以大家都是對的 真的 可能就是 Play off Jimmy 就是大家會覺得 那種叫做 Mentality 還是叫做 Jordan 對 小Jordan Jordan the Second 即是他在Play off 的時候 就得而出發 一個突出位置 今天可以看看 波士頓的球員 跟大家報一報分 螢光幕 可以看到 不好意思 看直播的朋友 現在的 Share Screen 就變成了 不是我們 那個 即時的比分 我現在先轉給大家 好 可以看回 比分的時候 這樣 這個波士頓的球員 剛才已經說過 Tayton 今天只入了14分 他就是13射5中 沒有上一場 超級多罰球 今天只有4個罰球 而入了3個 剛才說 二當家 Jalen Brown 今天起手23次 入球有8次 還有這個3分 好少少 好像比上次好 上次大家 雙J 都是0 三分 即是兩個人 加起來都沒有入過 但今次 入了一球 Jalen Brown 就是9-4-1中 但罰球的數字 明顯地 你會看到 就是不夠aggressive 今天 剛才在這個 chat room 也有朋友說過 這個小白 即是Deck White 打得比他們更加好 他今天的表現 就是有18分 這個是12-4-5中 三分也是一般 就是九射兩中 以及佛球 就是七射六中 我覺得這個系列賽之後 其實Deck White的身價 也會上升 我覺得 Boston 下年 是否真的會 加起來Jalen Brown 呢? 其實 上場球 你說Tatum 不是Superstar 但我覺得 他也是入了31分 還有他其實是15射15中的 3-3的上場球 是的 所以他不是Superstar 我就是 Hold up Hold up 還有這場球 其實你看到他 真的一開球已經在上 不是那些 喔 我輸球 所以I'm hurt 你知道嗎? 你很明顯看到 他是每次 拿個rebound 每次drive 他是走光了 眉頭的 那就是 你很明顯看到 就是因為他drive不到 或者每次都會痛到 他就沒有那個 攻擊桌子 那樣 就是他 他會不會說 十三射 因為怕 怕 起手 那樣東西 其實我覺得 這場就是 你說是否兩個球員的問題 I'm like Yes and no 其實是Jalen Brown OK 因為 Tatum 是傷的 真的 那我真的沒有辦法 好像你剛才所說 就是因為那個 叫做 Gave Vincent Vincent 就是 搞一搞他 整件事就搞到 他那個叫傷出 他其實受傷 就是那個咬 其實都很明顯 你看到他整場球都會 是 的 但是 他的表現 其實是有些強生人意 那我就覺得 下一季 其實因為Jalen Brown 由於他都是 可以去試這個自由市場 他是不是這個play option 鐵毛飛 可以幫我檢查一下 他下一季是play option 還是team option 我想知道 你繼續說 可以 沒有問題 我自己覺得 無論如何 其實這個叫做波士頓 都應該是想 應該要有一個新的轉變 轉一轉就是改造 Trey Jalen Brown 可能換回一個 比較強的內線球員 或者 其實你說強度 其實他們本身都是有 Williams Brothers 和 這個叫做Al Hofer 但是 你會看到 Al Hofer 今年就真的不是 上一年的Al Hofer 上一年的Al Hofer 可以幫你贏到一場球 即是在一個七場四勝 Al Hofer的能力 可以幫你贏到一場球 但今季 就真的完全 退得很多 所以 如果以這個主題來講 Jayson Tatum 仍然在 Dark White 我自己覺得 還有Brompton 所以 其實他的 後面 我覺得是OK 但如果Jalen Brown 可以換到一個 譬如說 得分能力比較好少少的 這個 叫做 球員 回來 我覺得對波士頓 可以再捲到重來的機會 好多 鐵毫飛 怎樣幫不幫到 OK 這裡寫著 他2024年 是Free Agents 所以應該還有一年 一年就更加好交易 但今年就更加好交易 under the contract 就更加好交易 那就看看 那一個 他自己本身就是 應該就是 這個隊員 所以 就會跟他 亦都看一看 好了 波士頓 我們就說完了 不如直接說 熱火隊 和金塊隊 的這個 鐵毫飛 怎樣看 我不說了 一會兒又說 我生氣了 我覺得 有少少 19年又發生 就是 他殺出一條血路上去 然後沒有奶 然後就 跌倒了 OK 你只不過是 我跟他說話 但我在第一回合說 是 我就是第一回合 就覺得他已經用完 但誰知道 原來 他可以拿到進去 這個決賽 那你第一回合 說New York Knicks 可以碰他 OK 現在看看 如果以這個叫做 Denford 和熱火隊 這個一八的 對決 應該就是 當年 這個 New York Knicks 殺隊 還是Patrick Ewing 那時候 那個年份 我就不太確定 但我們可以再檢查 這層我真的不記得 還沒出西 這個一對八的 這個 這個叫做Denford 和米亞美 就是西岸 就是 總子隊出線 而熱火隊 就是以這個 第八總子 還要打 以前是打 這個叫做 第八名 可以殺下來 Sinderella Story 但他這次 其實要先進去 這個 這個才可以進來 看看 如果以這個攻擊來說 這個金塊隊 就是 Series 就是以這個 116 對 116 對著 他就是112分 而藍版 就是這個金塊隊 亦都是多 三個 就是44 對41 而助攻方面 就是26 對24 如果以數目 來講 就相當之 even 但是 問題就是 在這個 叫做 金塊隊 掃把了 那個叫做 胡人隊出局的情況下 有足夠休息 再加上這個叫做 叫做熱火隊 是苦戰 這個 塞爾特人 是七場的時候 那個叫做 的事情 亦都會 看回大家 最瞭目的一個對決 一個MVP的對決 將會是 Nokolo Jokic 和Jimmy Butler 可惜就是 兩個 最主要的球員 他們應該就不會是正面交鋒 因為 這個位置就是差太遠了 不過當然 如果有需要的話 Jimmy Butler 也會出去搞 Nokolo Jokic 尤其是 是讓他防他的 在高位置的位置 去射一個軟的中距 Long 2 亦都會有機會看到他們的 配合 覺得這個系列的配合 將會落在哪裡 阿鐵毛飛 你覺得X-Factor 其實我覺得是BAM 在Bio 他這個系列 其實是可以的 但問題是 他的Post Upshot 這幾場球 如果你有留意 其實 原本就是說 那些 Tip In Turn Around Jumper 全部的Lay Up 很多球都是MISS的 你看到 今天的Field Goal Percentage 都是一般 都是14-14中 我想這四場球 是最好的 之前那場 都只是16-14-14中 還要在前面MISS的 令到Boston 可以玩 Switch Off Defense 原本就是 他會 Man on Man 但發覺 如果 Al Horford 要看著他 D Gave Vincent Max Drew Caleb Martin 全部可以射三分 因為他們很喜歡 Pick and Roll 他們變成Man to Man 然後你見到 你隨便找一個Derek White 頂住他 他都進不到球球 所以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邊 你對Nuggets 會變成Aaron Gordon Yokic 都可以阻擋他 長一點的球員 KCP Michael Porter 其實都可以阻擋他 因為尺寸的優點 一定在Denver 尺寸的優點 尺寸真的毫無懸欠 但是 至於教練 又怎麼看呢 因為這兩個教練 這次季後賽 都很出色 大家是覺得 會不會是一個 像像帳棋 竹圍棋 那樣 你覺得 你講Pedigree 一定是Spostra 的resume 我覺得比Malone 厲害 但是你說帳棋 但他的牌子 是不一樣的 哈哈 你對 你對 因為竹帳棋 大家都是那些棋 本來是 但是這次 別人的牌子 真的相差很遠 鐵毛飛這個說法 非常之正確 對了 所以這一個 我自己覺得 Mike Malone 他比較會 情緒化一點 會是一個 傾向Player Coach 多一點 他會站在 Player的角度 但是 Explosir 就會是 跟Jimmy Butler 即是 Jimmy Butler 他只要做得到 Jimmy Butler 他就可以 搞定整隊球隊 我自己覺得 分別就是 Mike Malone 你會感覺好像穿著 Winbreaker 穿著風褲 跟他們一起 去射球 當然 其實最會跟他們射球 就是 Boston 本身的教練 Sam 再說一次 我怕他讀錯了 Boston Masso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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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經常 跟他的球員組成 甚至 原來有小道消息 之前 他失去過 平常季的原因 因為 他跟球員 在練習的時候 打得太激烈 接著受傷 所以 休息了一個半星期 這個是 剛剛 我昨天 做功課的時候 找到的消息 但是 以Mike Malone 我自己覺得 他的平衡 也看到 兩隊 都是比較 被人看低一線的球隊 但Mike Malone 和Denford Nuggets 因為他們 以總子隊 其實都試過幾次 但都被人看低 包括我們這些小網台 其實當時我們都說 We just don't trust We can't trust Denford 相信Denford 不過 但是 今次 他們殺隊 好像有很多東西 證明 你覺得嗎 對 因為 你說看Lakers 其實 Lakers 不是打得很差 It's like Lakers are coming back Denford There's nothing you can say about it 很多 很多研究員 都說 Lakers 不要亂來 放棄 放棄 然後再簽 Kairi Trey Young 過去 因為其實 對球不太差 是啊 都齊了 但如果他要簽 Kairi 那些 Hachimora 和Austin Reeves 那就沒有限 那些 Exactly 嗯 那 還有 第二件事 覺得 你說 說回 那些 教練風格 其實 Spotcher 好像 Pat Riley 都是 比較 傳統的 教練 還有 Jimmy Butler 其實 好像 始終的季度 都跟Spotcher 差點打架 那樣 但是 我最近 看一段時間 我看一段時間 就是 沒有廣告 會玩一些 Hot Mic 然後 你看到Nuggets 那些 永遠是Malone 在那個Locker Room 在那裡說 Oh You guys did great for defense today 很多個種 然後說 Oh We're a family 那個風格 所以 就是Player's Coach 這樣的風格 那樣 我自己覺得 真的沒辦法 那個叫做 和這個 Miami 即是 講回Miami 她是一個 很 感覺好的故事 你明白嗎 她因為 一直 從來 從來 但同時 Denford 從來 都是在排名 前列 但 又是被人看 低一線 大家 將會是一個 黑馬和黑馬的 對決 很少有這個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他們是黑馬 尤其是 Denford 你說的 四零了 別人還是黑馬馬 不是的 問題就是 你看到那個 很不公道的 就是 當這個Lockers 是03的時候 大家就在那裡 不斷地說 Oh LeBron 他快要回來了 類似 都還在說 只要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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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得好一點 或者 我們輸了一場 但是我們已經看通了 Lockers 已經看通了 Denford 所有的 龍尿 所以他們死定了 你有沒有發覺 整個媒體都是傾向這件事 就是Denford的時候 然後他輸一場 輸一場 不是 他輸一場之後 就是第二場 就說你死定了 你看下半場的時候 我們追回來 你死定了 因為這個 Hachimara出來的時候 Yokic 你死定了 然後第二場 就對Merry來了 然後就說 他只是傻子 他只是傻子 然後到第三場的時候 連這個 Yokic 有困難 球證都幫忙 但是也拔不住他 到第四場的時候 他們真的閉嘴了 真的被迫 所以 我真的覺得他 都被人當是Dark Horses 但是你看著 你正在播放的數字 麻煩你 29.9分 13.3個籃板 10.3個 支撐 這是在比賽中 幾乎30分 他已經在排第二 現在是比賽中 總共的 比賽中 但問題是 他今年28歲 就是Yokic 所以 我相信 他會更加 繼續去做這件事 所以 但是 沒有辦法 始終都是一來 這一種 不是很市場 我經常都說 Yokic 好像不太推銷到 這個 叫做 波衫 或者推銷到 這個 鞋 不過 這樣說 因為 你也知道 他的身形比較龐大 其實又白 所以可能 因此 在北美 Yokic的波衣銷售 會上升 你覺得怎樣 對 對 過了這個比賽中 一定已經上升 不是 其實我本人 其實我也在找他的 波衣 就是還沒找到 找到 但是白色 所以不適合香港穿 所以我不敢 我叫了 我們Discord群組 我們叫了 Discord群組 月光後的 身後身 的朋友 去幫我找他的波衣 找到了 但是白色 因為在香港穿的時候 怕他變黃 所以就是這個問題 但是我自己覺得 他的銷售會 因此而上升 而Murray 亦都可以進去 Superstar的 conversation 沒有 他有個 因為他 普遍的季度 不是那麼 但是 這個 因為 我們真的見過 我們見過 Jamal Murray Murray來了 還有很多時候 像去年的 Jordan Poo 或者 再之前的 Tower Hero 是不是 上次說的 Donovan Mitchell 和Murray Tower Hero 唯一是Miami的 Good News 但是第二個問題 就是 他的傷害是 射擊手 直接 射擊手 所以 第一兩場 可能都會 射擊 而且 我自己覺得 你剛才說的 你說 最後三秒 要出一個 高佬 遮一遮 我自己也覺得 他那場 又沒有什麼 貢獻 如果突然之間 某某然這樣做 可能會影響 士氣 你明白我嗎 所以 我已經不贊成 更何況 是一個系列 因為 難聽說 其實他在 整個 叫做 黑白旗 搶襲搶出來的時候 其實他是沒有貢獻 這次 誰 Tower Hero 你剛才說Tower Hero 不是 Tower Hero 因為他不公開 醫療的 醫療的 但是大家都經常 因為他還在 那個 名字上 如果他真的 出發 他就不會在 名字 還是在 選手 但Tower Hero 仍然在 因為他 是 溫暖 射擊了幾場 所以 他們一直在說 有機會 會見到他 大家可以看 螢光幕 就見到我們的 截圈 我們的截圈 譬如說 現在 這一個叫做 Gate Vincent 將會繼續 是他們的 牠們的 賣一滅熱火 射擊就是 然後就是 Jimmy Butler 然後 不知 他會打 Caleb Martin 還是 仍然都是 Bam Adebayo X Factor 將會是 Adebayo 究竟 可不可以 去 保護 或是 減慢 Yokic 我想 沒有人可以 保護 Yokic 連 Adee 都搞不定 所以我覺得 要公平一點 至於 這個叫做 Denford 那副牌 真的很齊 Germal Murray 在Point Guard Shooting Guard 就是KCP Small Forward 就是Michael Porter Jr 而Power Forward 就是上一系列 戴勇的Aaron Gordon 以及Center 就是真MVP Nuklau Yoke 而他那個 叫做Rotation 亦都是比較短的 鐵毛飛 只是出Bruce Brown 和Jeff Green 為主 在Denford 間中推出 Reggie Jackson 但其他 還有Christian Braun 有時候會 Garbage Time 就是Garbage Time 但真的要推出 他的7-man rotation 這個Denford 就已經很確定 反而 這個叫做 熱火隊 都還可以摸摸摸摸 原因 因為可能就是 因為Duncan Ford 他們不是那些2-way player 因為這個叫做金塊隊 很多球員 都是 攻 和守 都是他們 而這個叫做 這個 相反 這個熱火隊 很多東西都是Match-up-based 第二件事 就是他的年齡 也是那件事 OK 即是 Jimmy Butler 可以打44分鐘一場 但他不可以連續四場 這樣打 但Jamaul Murray 可以 沒錯 沒錯 而且Lowry 也是 不過 以傷患 如果以傷患來說 大家都是有一點點 例如 Jamaul Murray 雖然他現在都很貴重 但是 始終 有一個傷害歷史 再加上 Michael Porter Jr 其實他的背脊 都是很一般 即是背脊 而這個叫做熱火隊 就更加 因為Jimmy Butler 我想已經是大傷了 其實 他的關節已經是 反轉了 他現在完全是用意志力 來撐住自己一個人 可能打完這個Final的時候 他們就會化成一團煙 會滾 Gayvinson 也曾經有這個傷患 所以 大家都是 在五五球 但最大的分別就是 Jokic沒有傷過 因為Jokic的打法沒有傷 所以 他們的MVP 已經沒有傷患的情況下 而對面 就是Jimmy Butler 已經有這麼多傷患在身上 所以 金派隊 也是會被看高一線的 另一個更加主要的原因 也是這樣 不如講講X-Factor 好嗎?Timo P 你覺得熱火隊的X-Factor 就是Bam Adebayo 對嗎? 不合格的 只能打到四個分別 只能打到四個分別 會令到別人很容易 擴握你 其中的小隊 因為你一招打 如果你是一個 對方的敵人 別人不可以 直接打開 因為你放過 Jamaul Murray 理論上 是不能打到Bam Adebayo 但如果Bam Adebayo 不是一個對方的敵人 他們可以刺激你 就立即可以打到三個分別 其實某程度上 Bam Adebayo 都是一個算是多助手的中鋒 其實那個 叫做很壞男人的Jokic 重點是 大家一直都忽略了 直到這個季後賽 Jokic 為何這麼厲害 或者被人覺得 在那些Avance stat上面 全部都是 證明到他是真MVP的原因 其實正正就是 好像鐵毛飛所說 他是一個 offensive的Jokic 因為他太多weapon 他在low post的時候 他可以爆你 他在三分的時候 又有三分能力 然後中距更加無敵 加上他本身的全球 令到他是 整個好像一個 叫做進攻的機器 所以就令到你 你沒有辦法不騙他 還有最嚴重的一件事 雖然說 他不是一個shot blocker 但他在後面 是十幾二十個版 就是那個防守藍版 這件事 他不是Rim Protector 一定 Rim Protector 當然一定不是 所以是 但是你是有KCP 和Aaron Gordon 幫你頂住 對 對 對 第二邊 他們是沒有什麼 就是 Heat是沒有什麼 尺寸的那件事 嗯嗯嗯嗯 然後你是 就是 You're Seven 那些 是不太玩笑的 不是 完全不玩笑的 所以就是那個 系統的問題 就是Kevin Love 可能可以給你 18分鐘 但是你不可以 這個版本的Kevin Love 可以給 以前的Kevin Love 嗯嗯 所以這個是 沒有 在看check room的時候 都有人說 非常想看看Kevin Love 對Yokish 會怎樣 某程度上 Kevin Love 和Yokish 都 會不會真的 會打這個match up 因為我們在上一個回營的系列 你會看到 AD在第一、二場之後 就已經 就是 變成Hachimara 去mark 這個Yokish 就變成AD 是help defense 嗯嗯 但是我覺得最大的分別就是 因為他對著 這個叫做 Boston 就是他 因為他那個得分 不是來自他的 內線球員 就是呢 如果你對上金塊隊的時候 你那個叫做 你去這樣 去推出Kevin Love的時候 有一個問題就是 你當你 Yokish 和Kevin Love I mean sorry Aderbio和Kevin Love 對付Yokish 但問題是 你有一隻Aaron Gordon 在下面 不斷補樽 還有 那個叫做 Michael Porter Jr 就在外面狂吹 嗯 所以其實都是一個 match up的nightmare 為什麼金塊隊說 他在這個 叫做 季後賽 這個叫做 休賽期 或者在這個 trade deadline之前 他自己去做了很多 acquisition 就是這個Bruce Brown 過到去的時候 他就是 本身 他在這個 這一個 最大的分別就是 他永遠都在 製造一個 match up的problem 尤其是呢 當你是NBA 都經常打這個 man defense的嘛 那你想去 Mark pick and roll的時候呢 一般來說 就是大隻B 他在馬克和這個 叫做 一個 後衛 去做那件事的時候 例如 Murray和這個 叫Yokic去做 但問題是 究竟 Murray和Yokic 誰是point guard 你都未分得清楚 他們可以隨時在中間轉 他 pick 完的時候 原來不是他 roll 反而是他 stop and pop 或者 他站在那裡 做一個 pick 做一個單檔 給Murray 或者是這個 Michael Porter Jr 在底線的時候 走上去拿球 沉底再升上去 在佛球線 三分線前一步的時候 那個位置上去拿球 他去射的時候 都已經足以 令到Bam和Dabayo 要走得很遠 而下面 就有Aaron Gordon 在下面搞震 你看 好像拿了一個 戰術板出來 可以告訴你 當熱火隊 對上金塊的時候 有什麼事情會發生 所以 的確 有可能會看到 Kevin Love 會打多一點的 一個叫做 但最大的分別就是 Kevin Love 他始終沒有那個 step 他不同 他不同 這個叫做Hajimara 他是有 step 還有他在快攻的時候 可以幫到手 當然 Kevin Love 他快攻幫手的地方 就是touchdown全球 但是他會變成 他在很底的位置 就比起如果 是一個 他要停止 要確定 Yokic 或者金塊袋 完成了 那個攻勢的時候 他才能啟動 那個快攻 就比起一些機動性高的 一些大前鋒 好像Hajimara 那一種 就是他一射球 其實他已經在跑 所以那個就會虧張 就是你永遠打這個 fast break 就是要打多人 要打多一隻 但是當Kevin Love 在這的時候 你就一定做不到這件事 所以你在快攻上 你就會虧張 這個是挺令人頭痛的事宜 可能就是因為這樣 其實Boston的Match-up 你見到他們試過 Kevin Love 就開始停止 因為其實你說 大隻BJ 他們的大隻B就是Hofford 但是問題就是 好像在Aaron Gordon的Role 就是Tatum 他們的athleticism 是相似的 You could say 就是說 Kevin Love became unplayable 因為Tatum 所以可能 但是 另一邊就是 原來Aaron Gordon 是Felgo有問題的 這個系列 這樣就令到 You can afford to let him take open shots 就是你看他的狀態 還有Kevin Love 你見到他一分鐘 他打了二十分鐘 已經很吃力 對於他來說 如果 如果我要奇招的話 就直接把Kevin Love 轉為主要Mark Jokic 而反而就好像 阿多巴尤打Hachimura 那一個的Role 如果以athleticism 以這個運動能力來說 其實會合理很多 但是問題就是 Kevin Love 打不到這麼久 還有第二個問題是 不像其他大型 Yokic 就是射到三分 特別現在這個playoff 其實 他其實 前往今天 Derek White 是個3-point percentage leader 47.5% 但是今天 射得不好 Yokic 是第二名 現在是47.44% OK 所以 你不可以 就這樣放 因為Yokic 四人到三分 你不可以 就這樣放 Kevin Love 在那裡 你會令到 under the basket 你的Rim Protector 又是 只有Bam at the Bile 要頂住旁邊那幾個 所以 I don't know 所以 為何Yokic 令人這麼頭痛 就是我剛才說的 他是一個全方位的攻方機器 攻擊機器 所以 令你真是很 你不知可以怎樣 所以 這個 我覺得 將會是一個很 interesting 的 但是 如果 這個熱火隊 在第一、二場 都解決不到 一些東西 去 slow down Yokic 和Murray 這個混合 我覺得這個 將會是一個很短的系列 你覺得是不是 還有 看看 健康 對 也是剛才說的 因為 大家都 大家都 有傷患的記錄 但是 以Bang up程度 現在 比較多交報的朋友 就是熱火隊的朋友 比較多交報 而且 年齡也是另一個問題 所以 很現實 我自己 也是一個 報入黃昏的球員 我明白 我們就是要 訓練一些接棒球員 所以 年輕的朋友 記得要 照顧自己的身體 還有 定時 來看我們頻道 去選擇 適合自己的球鞋 和體育用品 對 都要 放個廣告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鐵毛飛 有沒有事要補充呢 沒有 我覺得 將會 將會 到星期四 對 所以 接下來 鐵毛飛 可否答應我們做節目 做密一點 看看 好 不然 我怕下個星期 已經結束了 不會這麼快 所以 不會這麼快 怎麼都可以做多一集 對 怎麼都可以做多一集節目 但以鐵毛飛 星期二來講 希望會多點時間 還有 接下來我覺得 不錯 可以和大家在Discord群裡 做一個Live的時候 也可以 和大家在上班的時間 或者陪下大家 如果你正在上班 學偷廳就不要了 上班都還可以 或者海外的朋友 看看如果遷就時間 我們一起去看看 NBA總決賽 好 今天時間差不多 祝福大家耶穌愛你們 我們下星期再和大家講講NBA 拜拜 拜拜